再看到是经济的话题的 像是公布了说 去年的平均总薪资是来到了67万 但是有超过6成8的受雇员工 其实都是低于这平均的 而且创下了这个比例的新高 是为什么呢 要请教主播舒函 好 谢谢韵文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这样一个薪资的结构分布 首先我们看到的前段班 前10%是达到了122.4万 那么中位数落在了50.6万 不过这个数字呢 其实背后的意涵更加的严峻 是因为我们有多达406.5万人 月薪其实不到4.2万 而全国的受雇员工 目前是有813万的 那么如果是薪资的后段班 是后10% 落在是29.9万 所以我们也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从前段班一直到后段班 前后差距达到了4.09倍 而这样子的一个差距 是近6年来首度扩大的一个情形 而另外一个数据再来看到是平均数是落在67万 结果有超过逼近 可能快七成都没有达到平均的一个状况 是68.31% 没有达到大约是555万人 这个比率也是创下新高的 所以这两个数据都显示国内的薪资 两极化其实越来越严重 再来我们就来看到的是全年统计薪资的一个中位数的部分 那排名第一的这个行业类别是哪些呢 是包括了台电还有中油的部分 电力跟燃气的供应达到108.3万 而第二名则是金融保险业了 来到的是102.3万 而在电脑电子制造业是超过70万 其他上是休闲娱乐啦 住宿餐饮还有教育业 其实都没有达到40万元 好那另外是关于这第三届的运动彩券的10年发行权 是再次由微钢公司取得 而且现在传出他们今年业绩是逼近了600万是吗 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为什么可以逼近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业绩的数字 而且你来看一下历年的业绩 其实很明显就是这一次特别的高 主要的原因我相信大家这次四足赛都有来看 而且可能都有去下注 所以就是溢注了这样子的一个业绩给他们 所以今年预估可以来到590亿元 那再来看到这个运彩销售金额的整个结构 大概是怎么样来分布 你可以看到0.5%是发行损失的责任准备 6.25%是在经销商这里 再来是5.25%则是属于这个发行机构 再来10%会用在运动发展基金 78%是奖金的支出 所以我们现在来估算一下 这样子会有超过310亿用在培育运动员 还有建造所谓的国家训练中心上头 再来就是赞助T1联盟 辅大棒球队等等数十个单位来去发展他们的运动项目 其中有哪些亮点呢 其实这一次就会有超过16个项目 可以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投注的一个益助 再来就是2020的冬奥销售也超过了20亿元 那看到关于这个是打房五招的修法 现在说本会期渴望会来开快车三读通过 要立拼在明年的第二季就能够上路了 详情再请问主播舒函 好确实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房市要转区下行 现在政府又再度出招了 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先来看一下平均地权条例出审 完成要拼明年第二季前就要来上路 那我们也看到呢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包括了司法人买住宅的采取可制 所以呢这个限制预售屋的换约转售 再来就是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还有呢就是重罚炒作的行为 还有预售屋的解约以及申报 都在这些里面都会来上路 明年就会上路了 会造成哪些影响 其实我们来看到不动产开发工会的全联会就表示 这将会冲击到都更 围绕整合的一个时程进度 但是对此呢 内政部的代理部长呢 花敬群则表示 其实这部分呢 这些条例可能都属于搭配性的 所以如何来去界定其中的标准 真的是可以再讨论一下 那房仲业者呢 现在当然也是挫泪蛋啦 现在因为其实到了这个第四季的时候 整个销售额都已经停滞下来了 现在甚至还说在等台北市 会不会开出第一枪来降价 那我们就看到他表示呢 预售新屋的禁止换约 明年上路前哦 他们预估这个预售市场 会出现一波的砍价逃亡潮 再来就是司法人购屋的部分 现在采许可制的话 恐怕也会让豪宅的买气呢 现在会面临一个激动的情形 所以看得出来房市 目前可能是越来越难做了 那么除了财经的重点之外呢 也要推荐给您的就是我们的娱乐消息的掌握 只要扫描我旁边的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但您掌握的是TVBS娱乐头条 让您娱乐资讯不露阶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经济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